但是我們知道說另一方面 其實中國大陸的經濟是持續的 最近是持續的低迷 所以一開始我們今天中國觀察 也邀請到我們的資深特派記者 陳向如來到現場幫大家分析 向如姐好 馨妮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知道今天其實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說 這個郭台銘他宣布 副首人選就是賴佩霞 但是呢 我們今天也會幫大家聊到 待會會帶大家來看 大陸的網友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但是首先我們要先帶大家來看到 剛剛提到的 中國大陸的經濟持續的低迷 我們看到說 其實他們青年失業率不斷的飆高 另外他們也發現說 其實民眾現在都把錢存在銀行 不願意領出來花 那麼另外還有包括像是銀行 7月的貸款 新增的貸款也不斷的減少 這也代表說企業獲利變少 大家不願意投資 那麼甚至有人發現說 大陸現在很多高檔的餐廳 大家都不太願意去消費 民眾想要消費 所以都得要再三思考 這處北京的菜市場 一早就湧入不少民眾採買 加上各種新鮮蔬菜 有的兩元一斤 三元兩斤 甚至一整堆 只要人民幣五元 折合新台幣20塊上下 讓貪商直呼根本沒賺頭 都不便宜了 便宜點了 我們都便宜多了 賣的 你看這 賣五元兩斤 花兩塊五一斤 是吧 也不會了吧 兩塊多來的 賣得可以了 但就算再怎麼低價 消費者也未必買單 大陸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 七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即2021年2月後 再度陷入負成長 年減0.3% 外界擔心 一旦大陸真的通縮 民眾將因為預期物價 持續下跌 進而延後消費 企業沒獲利 就會衝擊投資和生產 連貸拉高失業率 甚至經濟衰退 後果比通膨更嚴重 對於現在這個情況 是比較 消費的時候 稍微謹慎一點 但是能省一點 還是省一點 尤其像我們這個年輕人 現在有房貸 或者需要養孩子什麼的 是需要有些謹慎 以往可能一些很高單價的餐廳 你都不見得能夠預約得到 或者是說可能那個預約到等待很長 那現在基本上有時候甚至不用預約 或者是你過去你也不會覺得 就是餐廳就是變得人會比較少 常年住在第一線城市上海 熟悉大中華市場的財富管理業者觀察 大陸內需消費熱度的確有衰退跡象 例如外食人口減少 美食街餐廳不像以前人潮汹湧 導致新創品牌想成功 如今難度更高 我在投資品牌 我們因為對應的是第一類的消費族群 那你就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就是一般的消費者 他現在在做任何 哪怕是他要買一杯飲料 他的思考的時間可能都會變長 甚至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到底有沒有必要買這杯飲料 就是很明顯 連這種可能三四十塊人民幣的這樣的消費 其實你會發現他們猶豫的時間 那前線存在銀行當中 不一定是說會做額外的投資 中國大陸經濟內冷外野冷 從事出口貿易的業者坦言 美國大打貿易戰 加上歐美升息 需求萎縮 都讓大陸製造業雪上加霜 根據海關最新統計 即五月出口下降百分之七點五 六月衰退百分之十二點四之後 中國大陸七月出口 又比去年同期 銳減百分之十四點五 創二零二零年二月 疫情以來最大降幅 同一時間 進口也年減百分之十二點四 寫下近年來最糟表現 反映大陸內需疲弱 比出口數字更令人憂心 不過也有人認為 這屬於正常的景氣循環在所難免 中國還是第二大經濟體 我倒覺得沒有到這麼悲觀 但確實CPI指數降低很多 但你說真的到通縮有這個跡象 但我感覺還有這麼誇張 是因為你要真的達到通縮 是要連續六個月以上不成長吧 避暑勝地雲南 街道擠得水泄不通 當地新開發的旅遊景點彌勒市 目標年底前將迎接百萬人次觀光客 為了振興經濟 地方政府強化刺激措施 另外越來越多品牌 也轉往二三線城市挖掘消費力 想方設法找出路 TVB也新聞張志明 帶原理台北報導 好線上有很多觀眾朋友也跟我們分享說 現在台灣的物價同樣也是非常 像是觀眾朋友周周說 一餐一百塊是基本 但是不會有飽足感 一百二十元到一百三十元才有飽足感 的確是這樣沒有錯 那我們剛剛看到說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經濟 有點說是下行的狀態 但是他們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旅遊業還是非常的旺盛呢 他們接下來要迎接中秋跟十一 連續長達八天的連假 他們就發現說 國內旅遊像是新疆的搜尋量就暴增了非常多 另外像是國際旅遊 歐洲的這個長線的旅遊團呢 可以說是全部都賣光光 非常的熱門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說 中國現在大家要消費 大家都會再三的思考 手頭感覺好像握得比較緊 為什麼他們現在反而旅遊業還是這麼旺盛呢 沒錯但是你要知道的話 其實呢他們稱這個叫什麼 叫做旅遊預算的集中釋放 就像你剛剛講的 今年的話呢 可以說是中秋節跟這個 十一大陸的十一長假呢 是連在一起的 好那你剛剛講的 這個長途出國旅行呢 就會變得比較夯一點 好就是包括了長途的出國 跟長途的大陸境內旅行 所以的話呢 你剛剛提到了新疆西藏青海 寧夏還有黑龍江這些地方 他們基本上呢 因為地比較大 所以的話呢 是以長途旅遊為主的 這些相關的旅遊產品 熱度的話呢 都飆了三倍喔 好那麼今年的暑假的話 你知道大陸他們興起的 是叫做蓋章式的旅遊 那是從年輕人開始興起來的 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呢 其實台灣也有了 就是你每到一個地方以後呢 你就去蓋當地的紀念章 好那你搜集的這些景點 搜集的特色景點的特色章以後呢 那麼你蓋在了旅行本啊 或者是你蓋在紀念冊上面 形成了一個專屬的這個旅遊記憶喔 用來回憶 那麼呢這也表示說 你親身的去體驗這個過程 讓你的旅行呢 變得比較有紀念性跟儀式感喔 同時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講說呢 大陸現在明明經濟就不好 但為什麼呢 在這個長假的時候呢 會出現了這麼多 包括了機票啦 包括了旅遊景點呢 都出現了翻倍的成長喔 就像剛剛所說的 旅遊預算集中釋放 還有的話他們當然也會挑選 性價比比較好一點的旅遊景點 是沒錯 我們講到性價比喔 其實不管是台灣還是大陸 很多人都覺得去泰國旅遊 性價比是非常的高喔 所以接下來大陸這個中秋 還有十一長達八天的連假 也許泰國也是他們鎖定的一個目標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現在泰國政府已經確定了 要對中國的遊客實施 為期五個月的免簽政策 要來吸引他們喔 那麼這個消息一公布之後 當然了 旅遊平台上面 泰國相關的搜索量就飆升了 甚至連機票往泰國的搜索量 也比上週同一時間上漲超過七成 光是出捷運站口 就要先排隊一輪 連結商圈的天橋也是滿滿人潮 來到泰國曼谷 恰突恰週末市集 每一攤都有來自各地的觀光遊客 隨著全球疫情趨緩 旅遊需求如坐火箭飆速上升 根據估計2023年 到泰國旅遊的外國遊客人次 將高達三千萬人 幾乎是去年一千一百二十萬的 將近三倍 所以恰突恰市集 我們晚上來到同樣 在泰國非常知名的觀光景點 在泰國的橋德夜市 配方向也是人山人海 其中大陸人也是不占少數 而其實在國門開放之前 大陸主要旅遊景點 都會常以日本、韓國等等為主 但是就算一起開放之後 近期是以中南亞為島上 其中泰國就是主要旅遊 我們都是在外國的地方 如果人們來到中國 我們會更開心 會進吧 還有再加上泰幣跟人民幣 在經濟消費上面 它算是比較便宜一些 可能在夜間生活上面 還有按摩、秀等等可以看 所以基本上 泰國是滿多人 想要去消費跟旅遊的地方 泰國是一個有好國家 它是中立國 它對全世界 不管任何一個國家 包括共產國家 它都沒有拒絕的一個意識 所以大陸人會一窩蜂的往那邊去 是有原因的 再加上韓日的這些歧視的泰域 所以他們民族意識被激發以後 他們就是相對的要到另外一個國家 讓他們去見識一下他們的消費能力 經歷了三年多的疫情攪局 全球旅遊重新活絡 而陸客眼中的觀光新熱點 也正被重新洗牌 記者新聞 鍾德榮 陳文岳 泰國採訪報導 紅海基盤創辦人郭台銘呢 在今天也公布他的這個 要找出2024總統大選的副手了 就是資深藝人賴佩霞 那麼今天呢 第58屆金鐘獎入圍名單 在今天也正式揭曉了賴佩霞 也以人選之人造浪者呢 來入圍了迷你聚集最佳女配角獎 預計呢 在10月21號就會登場這個頒獎典禮 那麼賴佩霞也將成為史上第一位參選人 踏上金鐘的紅毯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今天有講到說 其實這個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選擇這個賴佩霞來擔任他的副手 那麼其實郭台銘就強調說 從頭到尾他都只有鎖定賴佩霞一個人 不過賴佩霞卻在這個記者會上吐槽他說 欸 郭台銘的民調怎麼這麼低 我將鄭重的邀請賴佩霞女士 擔任我競選的搭檔 照浪者不在 只是演的當郭董開口這一刻 是真的要選的 我相信朋友看到我站在這裡 眼睛瞪得比嘴巴大 心裡想賴佩霞你搞什麼鬼 民調這麼低 躺什麼渾水 也不為自己想一想 沒辦法 我心裡面就是有一個聲音 君子有成人之美 鄉重自演 人選之人 黨主席的林月貞 副手人選郭台銘也說 賴佩霞從沒想過其他人 他是我唯一正式邀請 正式談過 有三四次吧 我太太也是 昨天還前天才曉得 外界曾點過的郭台銘一概否認 但沒從政壇找人 賴佩霞更非業界出身 兩人怎麼搭上線的 我聽過看過他的書 有共同的朋友 但我真正認識他 是看他拍這部電影以後 自從聽到郭董的邀請 我開始上網搜尋 我真的很難想像 明明善良 決定聰明 能幹 有實力 怎麼會把自己弄成 民調那麼低 齊舉自己 能陪郭台銘更上一層 但連郭東本人都說了 參選目的是為促成 在野整合 賴佩霞說 自己不怕 被犧牲 我們這一路來 一定會非常的辛苦 走到底啊 只要我們夫人答應的話 別那麼快 談整合 要與藍綠白做出明顯區隔 商人搭配一人 真的是非典型型 謝謝 台北報導 好 觀眾朋友阿德也說 這個簡直就是 人選之人第二季 其實這也是今天網路上 很多人來討論的 當然很多人對於郭台銘 找賴佩霞這一個副手來說呢 其實想法有很多的不同 像是燒狼撲土 就說 郭董是不是瘋了 但有人覺得好像 正面形象還蠻加分的 但是賴佩霞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誰喔 其實他最近呢 是靠這一個台劇人選之人 角色林月珍 他在裡面是要參選總統 而且在劇委呢 也成功的當選總統了 所以大家才會說 這是人選之人的第二季 因為這個賴佩霞 可以說是從戲裡選到戲外 但是呢 他的背景有哪些呢 包括像是 他今年其實已經60歲了 出生在台北市 政黨背景呢 是五黨級的 學歷呢 過去是復興美工畢業 但是一路讀到 濟南大學法學博士 那麼比較近期的經歷呢 其實是陽明交通大學的 兼任教授 那麼其實他不只是資深藝人喔 他其實還有很多 心靈成長相關的一些著作 包括像是回家 我要心動一輩子等等的 很多心靈相關的 這個一些研究還有著作 那麼包括他其實過去呢 曾經來這個哈佛甘乃迪學院 高層管理教育公共領導 歷來結業 所以也有很多人說 他世界上各國很多的幕僚 其實都是他的同學或者是學長姐 那麼其實過去 他也曾經參加士林地方法院 2021年調節委員會的講座 那我們接下來就想要來請教項如姐 這個賴佩霞來當郭台銘的副手 當然賴佩霞在很多民眾 因為這個劇的關係 所以其實形象還算是蠻正面 其實在世界上也有很多過去是演員 或者是藝人等等的來擔任一些 參政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項如姐 中國大陸這邊的網友 是怎麼看待郭台銘來找賴佩霞 擔任副手這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就來看一下喔 首先的話呢 替大家解了幾個有關於大陸網友 他們又是怎麼說呢 來看一下呢 我有網友就講到說呢 郭董公布了是賴佩霞以後呢 難道這個總統的選舉 也進入了肉搏戰的時刻嗎 對 然後呢再來的話呢 還有人就講到說了 這個郭台銘宣布副手的時候呢 早期台灣的娛樂明星 彎彎政治娛樂化呢 這根本就是一個看戲啊 然後呢再來的話呢 還有人就講到說了 台灣的風暴 讓我們呢來看一下看到底喔 好這個背信還玩的下去嗎 另外的話呢 還有人就講說呢 彎彎政治娛樂化 這跟剛剛的是一樣的 還有大陸網友說呢 看法兩極啊 台灣在看大陸也在看喔 到底這是一個短線炒話題 還是隨時都可以退選呢 沒錯喔你知道嗎 其實呢當今天郭董 他宣布他的副手人選以後呢 在網路上面喔 特別是在大陸的微博上面呢 還有一些相關的 例如像百度的話呢 就會引起了話題 好那有的人就講說說呢 因為這個人選之人造浪者呢 他其實Netflix 他讀播的台灣原創影集喔 是台灣的第一部講述了政黨幕僚的職人劇 為什麼會特別這麼介紹呢 因為呢就有大陸網友說 台劇什麼台劇 怎麼查無此劇 廢話 這個當然不會在大陸播出啊 然後呢還有人就講說呢 這難道是把劇搬到了現實裡頭嗎 演員從政他們最常最多大陸網友講的就是 這根本就是台版的澤倫斯基喔 難道這是烏克蘭化嗎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是演員來從政的喔 甚至當上了總統 再來的話呢 還有人就講說 欸這算不算是這一部劇的售後啊 再來的話呢 因為他說 很多網友就說 欸我看不懂郭台銘的操作到底是什麼 還有網友呢 他們就說呢 他比較希望是林志玲啊 還有說欸我派周杰倫上場 還有人講說欸為什麼沒有點名 演亞倫呢 好反正呢就是大陸的網友呢 都有很多呢腦洞大開的地方 還有人呢就調侃說 因為郭董呢他在台上的時候有說呢 我的這個副手能力比我強 欸愛心比我強 對全民共識的凝聚力呢 也比我強 啊大陸網友就想說 啊這全部都比你強的話 那大概乾脆他贈你副不就得了嗎 對 還有人就直接說 欸我懷疑郭董是民進黨的這個 民進黨的人喔 那當然了 對於這個賴佩霞呢 他們就稱他這個 因為他才剛入圍金鐘獎嘛 啊現在的話呢 又被郭董提名為副手的人選 所以他們稱他為雙喜靈門啊 是沒錯 對於賴佩霞來說的確是雙喜靈門 像是剛剛觀眾朋友斐文安也說 烏克蘭總統也是藝人呢 就像剛剛尚如姐講 其實各國都有很多這種藝人 來參政的例子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尚如姐 今天來到現場跟我們一起分析 謝謝尚如姐 謝謝心怡 謝謝大家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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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